hey guys 所以之前呢有蠻多人問過說 我剪輯所使用的電腦的規格是什麼 所以我今天呢就想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剪輯工作區 有點像是一個desk tour OK 所以今天呢主要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硬體設備的部分 那麼我自己呢還有使用一些軟體啊像是app啊 就是幫助我提升我工作效率的 這一塊我因為我不是很確定大家會不會想知道 所以暫時呢今天沒有就是做分享 但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右上角可以投票讓我知道 如果大家很有興趣的話呢 我就再做一集呢關於就是我日常使用的一些app 可以幫助我呢提升我的工作效率 OK 那麼我們就先從桌面開始 第一個最重要的螢幕 我自己呢是使用DELL的UP2716D 當初呢其實是有想要購買他的4K螢幕 但是因為沒有充足的預算 所以呢我就選擇了他的一個QHD的2K的一個 Ultra Sharp系列呢的一個螢幕 那我當初會選擇他主要就是兩個原因 一他的螢幕夠大27吋 第二 顏色 基本上呢這個螢幕出場的時候呢 顏色就已經非常的精準了 再來呢他又支援Adobe RGB跟SRGB 也就是呢平面設計師或剪輯師呢 比較常用的一個色彩範圍 幫助我們呢不管是在調色或校色的時候呢 都可以更精準的呢去控制 再來鍵盤滑鼠 這個部分呢應該是我現階段最想要更新更換的部分 因為我自己所使用的其實就只是一個評價 堪用的一個Logitech的無線滑鼠組合 那麼沒有說實在沒有什麼特色 那麼我自己呢想要就是更新升級的 也是Logitech的 是他的Craft系列的無線鍵盤 還有他的MX2S或3的一個系列的滑鼠 所以基本上呢現在就是在存錢 然後準備更換成這兩個鍵盤滑鼠 接下來鍵盤滑鼠墊 那麼我自己呢是一個蠻喜歡極簡風的工作區呢 如果可以越簡潔越好 那這個鍵盤滑鼠墊呢主要就是一個裝飾用的 我在網路上找到的 然後他是一個羊毛粘淺灰色 剛好呢搭配就是我的一個深色深黑色的一個辦公桌 再來麥克風 那麼這個麥克風呢不是我平常呢在錄製影片的時候呢 所使用的麥克風 這個麥克風呢是我之前呢在直播啊 或者是我在剪輯的時候想要加一些口白的時候呢 所使用的一個Studio的麥克風 那麼這個麥克風呢是Rode的NT USB 所以他的特色呢就是他是使用呢 USB呢跟我們的電腦呢去產生連結 所以我就不需要呢再搭配一些額外的專業的收音設備 也像是一個錄音介面 再來呢是一個CalDigit的擴充機座 這個是廠商送給我讓我去測試看看 是不是有辦法幫助我呢 對於我的剪輯的工作區呢 提升呢我的一些工作效率 那麼他主要的用途呢 其實就是幫助你讓你的電腦呢 去增加他的一些連結介面 最主要呢是針對筆電用戶 讓他們呢的工作區呢可以更簡潔 那麼這個部分呢我正處於一個測試跟嘗試的階段 我正在思考呢怎麼利用這個擴充機座呢 去整合我的桌墊啊跟筆墊的這兩個工作型態 那麼桌面上最後一個設備呢 就是這個Stream Deck 它呢是一個幫助直播主呢的一個設備 簡單來說呢它就是一個可以客製化的迷你鍵盤 但是呢潛藏著非常多的額外功能 那麼這些額外功能當中呢最讓我感興趣的呢 就是它可以設定聚集 也就是一系列的操作指令 這個部分呢我正在研究可以怎麼樣子 跟我的剪輯流程呢去做結合 目前呢還沒有非常的成功 但是呢如果有成功之後呢 會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可以怎麼使用這樣子的一個配件呢 去幫助我們整個剪輯流程呢變得更有效率 那麼我們桌面上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硬體設備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接下來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桌面下呢 的一些主要的硬體設備 首先呢就是我的NAS 那麼這個設備呢真的大幅度的減少呢 我的創作跟剪輯負擔 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它建立了一個協作的工作環境 幫助我呢提升我創作的一些工作效率 那麼大家如果想要更了解呢這個部分 可以趁這個機會呢點右上角呢 我之前呢有製作兩支影片關於NAS的部分 大家可以點過去呢看一看 那麼我自己使用的NAS呢算是比較小型的 只有四槽每一槽呢我都安裝一個6TB的硬碟 然後呢我是搭配一個RAID 5的資料儲存機制 那麼大家如果對於這個RAID的資料儲存機制呢特別有興趣的話呢 我剛剛分享到的那兩支影片呢 我有更詳細的呢去分享RAID這種資料儲存機制呢的優勢呢跟用意 那麼說真的我非常推薦NAS呢給影像創作者 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剛剛分享到的建立一個可以協作呢的工作環境 舉例來說我有兩個影像創作者一個剪片一個製作動畫字卡 當我的動畫字卡完成了之後呢我的剪輯師呢就可以讀取箱頭的資料儲存設備呢去使用呢這些動畫字卡 因此呢這整個創作流程呢是非常順暢的 基本上呢我就是非常推NAS我自己呢是使用QNAP的TVS472XT 最後呢就是大家最想知道的我電腦主機的規格 我使用的CPU是i9-990K RAM是32G我插了兩條16G的RAM GPU是Radeon的RX580 我有兩個SSD 一個主要的SSD是WD Black 500G的 次要的SSD是WD Blue 250G 然後我的主機板是GIGABYTE Z390 DESIGNER 那麼因為呢我不希望這支影片變得太長 所以就沒有接下去的跟大家詳細的分享呢 為什麼呢我做了這樣子的選擇 但大家如果真的非常想要知道呢 就是我為什麼呢組了這樣子的一個剪輯電腦呢 大家可以在留言區呢讓我知道 然後我之後呢會再做一支更詳細的影片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就是 為什麼呢我組了這樣子的一個剪輯的電腦 OK 那麼今天的DEX STORE呢基本上呢就到這裡了 但是說實在的我對於我自己的剪輯工作區呢 還不是百分之百滿意的 像是剛剛講到的鍵盤跟滑鼠 其實呢我是想要升級的 所以大家呢如果也有自己推薦的一些桌上小物 或者一些對於剪輯呢有幫助的一些小設備 都歡迎在留言區呢跟我分享呢或推薦 那麼今天呢就到這裡了 掰